大家好,我是九小三 我的快递终于都到了 这个是我新买的小电动推杆 一会儿把它拆开看看 到底能不能实现同步 现在跟控制器都已经接完了 现在一会儿咱们拿遥控器试一试 现在这个具体不够 我准备给它拿到地下来试 升 现在已经涂了 多多说少还有一点差别 但是不见上次的差别那么大 我感觉还是可以结合 再次往第一步就是把板装了几块 把这几个电动推杆的位置给它定了 之后把锅搞出来把它给它固定了 之后升杆就往上了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一段板已经封完了 先把这四个电动推杆给它稳 完了之后伤杆就能扣上 一个已经啊上了 安地一个呀没有什么经验 打得有点太乱张 但是安地结实 一点都不太动 我们下期见 这种推杆啊也已经上完了 一会儿啊我去进屋把那个大茂的板给它封了 他们来车装货了 我这车挪到外边的 他们来车发货来了 把我这个小车挪出去 车上东西现在整不了 先把我这个上帽子一板给它封 马力自动小木板 这个木板啊比较轻 嗯 嗯 房盖的背板也已经封完了 明天就可以上了 明天开始封顶 把房盖上上之后就快了 这期视频先跟大家分享到这了 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 我是GEO3 咱们今天继续开装 上帽已经上完了 一会我准备进里边把线给它接上 升降一下 看看效果怎么样 这四个电动推杆已经固定完毕了 现在我准备在这个位置 这个房管这个筋给它打上压 分线把线解决看个整体的升降效果 请不吝点赞 订顾問 线已经接完了走了一圈直接都奔这边 撒了一个眼现在已经找到下面了 这个线就是这个是灯线 我已经在这儿给它套出来 给它留着到这儿就上面奔等 接下来就没有什么麻烦 我准备把我这车里的卫生先收拾什么 收拾完之后接电 收拾了一下 一会让我把临时电源解准 看一看升降的效果怎么样 接完线了看一下效果 升 一点点升下来了 在车面看哪 红布效果还是不错 再看看这边落下来的效果 有没有什么毛泽 刚才我听这个电机多多烧烤 还是有点不同步 啊 现在看出来了 右边这个甲这个电机有点不同步 稍稍慢一点 但是也不影响使用 就是上升的时候不是那么太平 不同步啊 也没有爬的地方 把后边踏板关上来 落下来看看效果 有没有i7的地方 正好啊 没有什么太大的毛病 就是多多少少 这个甲这个电动退盖 有点不是那么太同步 哎 这样也不影响使用 接下来啊 就是把上盖跟侧边的保温 给他弄了 里边吊棚的板给他买了 现在我准备去买材料 这期视频呢 先跟大家分享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明天继续